您见过一台跟小轿车一样大的房车没有 今天带你们看一下 您见过一台小房车里边有两张床呢有没有 在B姓房车里边能坐到两张床四个座位 而且它很好开很好听 能带着你们一家三口一块出去浪漫旅行 而且它能够当成一台小轿车来开 不要走开 划到这个视频 我把这台车介绍给你们听 先说一下这款车的一个底盘 底盘是大通的V90 短轴高底 车身价格也非常性价比比较高一点 我先把车身尺寸给你报一下 整车长度在5米18左右 宽度2米06左右 车身高度2米53的裸高 现在的高度在2米7左右 搭载是2.0T的柴油发动机 6档自动变速 4轮单胎 这台车照样挂栏牌 CECR通开 跟你家小轿车一样 你想往哪去都可以 想往哪停也可以停 在地面上你可以随便停 不用去防征营地 除了地库下不了 哪都可以去 整车在中门上 从中门进到车内 总共车有三个门 中门进入车内 在中门上给你们开了一个大窗户 让你们在这能够流通空气 每个窗户里边 沙网隐私人全部都有 外边有一个阵阳房 两米称两米5左右 下方还有一个LED灰灯 一些户外设备搭配的很实际权 来后一部看一下 车身 右侧这边有一个充电器的插口 给你配着一个充电器往车内充电 充电很简单 然后旁边是咱们一个加水口 从这往里面加水 后一部看一眼 后一部 在尾部还给你开了一个窗户 在车内咱一点感觉拥挤 咱一点感觉闷的感觉都没有 有窗户可以打开流通空气 还有一个全尺能备胎 玻璃钢蒙满地 整体一搭配 很是漂亮 能够爬着上车顶 上方还有一个高位导致影像 下方有一排导致雷达 这个车还配着有私主监控 配置这一块 它拿捏着也是很死 这款车不光性价比高 配置很完善 您在外边旅游 在外边越野 都是没有问题的 动力也够用 咱现在走进车内 看它内饰 你已经看到这儿了 千万不要走开 内饰更加好看 有两张床 而且四个座位 无人间处房 应有尽有 我把桌门打开 有踏步自动摊珠 来辅助我们上车 还有一个沙门 能防止温虫西沙进入 不管是在南方北方 都能用得上 走到室内 内部高度可以达到 一米八三左右 如果你的身高 不超过一米八三 在这里边 感觉不到拥挤 总共四个座 前方两座驾驶舱 后边两座会客厅 中间有小桌板 它附加可以往后360度旋转 中间给你留了一条过道 让您从前通到后 没有问题 这辆车前门基本上不动 不用 咱中门上路就可以了 前面有一个电视 标配着一个19寸的正间室 像家里边一样 有个电视可以休闲一下 上面还有一个储物拥 我的身后这一块 就是您的厨房的位置 这个车总有两个 车内一个 车外边还有一个 里边这个厨房 微波炉 电磁炉 电门箱全部都有 墙面上还留有插口 您可以带一点 加用电器 在车里边去使用 没有问题 旁边就是咱们卫生间了 卫生间我们今年 是做了一个升级 之前关注我们 气浪房车应该都知道 之前无论间它只能是 单个去拓展 不能去更美观一下 现在是做了一个美观 形成好一点 平时咱们用的时候 可以变大一下 变大完之后 里边是一个独立空间 将近平均左右 能够占下200斤以下的 一个男士是没有问题 咱不使用的时候 去向内拓展一下 外边形成一个过道 从前层到后面有问题 里边设备看不到 里边我们这个 是有一个固定马桶 然后折叠式的洗漱盆 里边抽拉的淋浴化散 咱拉出来洗个澡 一点问题没有 不用的时候往里面塞 能变成一个正常使用头 标配着一个威巴斯松 水暖洗机 冬天是水暖暖风的 往上面折叠 跟墙面是平行的 上面有一个植物架 咱洗漱物品能往这放 还有一个大镜子 还有一个换机扇 咱们把它卫生间收起来 这是咱们能洗漱洗澡的卫生间 后边是一张大床 平常睡觉的话 一米九成一米三五左右 轻松能睡下两个人 三个人也给你有提防睡 小房车里边能坐到两张床 上边一张大床 下边给你配合一张小床 来看一下 这个座椅 平常我们坐人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有两个动作 它能够轻松变成一张 一米九左右的一张床 宽度在八十五分 在这睡个一个人 很简单 就算咱不睡人 还能当一个储物身边 车内 看这个车顶 这发蓝光这个位置 是一个24伏的海尔铸空调 夏天冷风 智冷效果特别好 冬暖夏凉 然后床头也有取电口 后边有窗户 这个车上方都是一圈的储物空间 储物空间很多 后一部还有 来咱们走到后一部看一下 后边还给你配了一个大厨房 车的厨房还是够咱们用的 天津好的时候在外边 天津不好的时候在里边 您把后门打开 在这给您配了一个两段式的柴油灶 下边是个柴油明火 上边是个洗菜池 在这洗菜洗碗也可以 有水有火 下面就是咱的淋浴花 咱出一口 可以连接 上面还给你加装了一个 两层保温的一个防油烟的莲子 在这做饭 油烟也进不着窗内 你往这边再一拉 还是一个防污虫的沙莲 前后通透 很舒服 上边是一个储物空间 这边可以放咱们的炒菜的一些工具 都能放 然后这边是一个大的储物空间 这边大的储物空间 是能够放下咱们将近半年的物资的 里边有个门可以打开 前后通透 这个储物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这边也有门 但是它能够放下来 当成一张桌子来使用 非常合理 后边还可以加了一个封钩 您在把后门打开的情况下 可以把封钩挂上 保证这个门起到一个固定作用 门不会来回乱动 这个车 它是标配有85升的一个清水箱 还有35升的汇水箱 电量标配是400%左右 大概有5度电 你要感觉不够用 可以加电 第二次如果你们感兴趣 感觉这个布局挺合理的 咱们可以留言给我 找到我 然后私信给我 我给你发一个这个车的价格单 以及配置表 我们下期再见